快手净亏损80亿元 什么时候能够转亏为盈 大家好我是GoMarkets的Leo 今天跟大家来聊聊快手 快手可以说是中国短视频行业的一个创始者 他在2011年就推出了GIF动图的制作 在2012年推出了短视频的制作上传以及分享 在2013年开创了短视频的平台 接着在2016年快手开始了快手直播 在2018年成为了中国第一个大规模使用算法 来推荐视频的这么一个平台 至2020年底快手的日活跃用户为2.95亿人 相比于抖音来说 抖音有大约4亿日活跃用户 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快手的三大收益来源 第一就是直播收入 什么是直播呢 也就是说快手为主播提供一个直播的渠道 主播呢 去提供直播的内容 然后呢用户呢就可以在这个平台上 给主播们 购买虚拟物品来打赏 然后快手平台会从中 拿走一部分的收入 第二个快手的收入就是线上营销业务 说白了就是打广告 快手呢针对企业 还有快手平台上的个人 提供广告服务 可以让他们把自己产品的链接和图片 展示在快手的平台上面 第三个是其他服务 其中包括了最近很火爆的电商 快手呢 电商也分别了两种类型 第一种呢就是 电商平台自己 去在快手平台上发广告 第二种呢就是快手的主播 去帮这些电商们 推广他们的产品 下面我就会从 这三个收入来源中 逐一的仔细的讲一下 第一个直播 直播呢在2020年第四季度之前 都是快手收入占比最大的 在2020年差不多直播收入是300亿元人民币 但是呢在2020年第四季度以后 快手呢 线上营销业务 它的收入是快手的第一 主要呢可能是因为2021年 春节期间各个品牌都积极的推广自己的产品导致的 但是呢我相信这个趋势还可能在未来被保持下来 快手的电商 2020年相比于2019年 电商收入上升了14倍 至37亿元 这很有可能是因为2020年有双十一活动的影响 但是呢我们看一看 快手电商2020年 它呢赚取第1个1000亿元花了6个月的时间 赚取第2个1000亿花了3个月的时间 而赚取第3个亿只花了2个月的时间 这个成长的速度是惊人的 下面简单说一下 投资快手的三大亮点和三个风险 第一个亮点呢 就像我刚刚说过的 快手的电商发展速度是惊人的 而且呢快手在2020年和京东也有了一个 战略性的合作伙伴关系 从此呢快手的用户可以直接在平台上 购买这些电子商品 而不是说我要再跳转到淘宝 第三方界面去购买这些产品 第2个亮点呢 就是快手在不断的丰富自己的内容 来引进更多的一线二线的用户 我们知道快手因为它更加注重草根化 多元化 它吸引的大多都是三四线城市的用户 但是呢快手最近引进了像迪力热巴 黄紫涛这些中国的明星 然后还拿到了CBA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这个版权 而这些热门话题往往能吸引更多的一二线城市的用户 第三个亮点快手刚刚上市手上的现金有570亿元 虽然他去年净亏损了80亿元 但他手上的现金也足够他未来预计2021或者22年有一个盈利的情况 三个风险 第一快手他的电商的产品真位需要提高 在2020年呢主播新巴在快手的平台上说被曝去那个售卖假的燕窝成本不到一块钱 就相当于糖水 那这样的话很有可能在未来有这样情况的发生会导致快手失去他现有的客户以及他的名誉 第二快手他会受到广电局的监管 广电局呢在2020年底发表了对直播平台的一个监管制度 也就是说限制了未成年人消费 未成年人注册需要实名认证 然后呢普通用户的消费也有受到一定的限制 第三个呢就是短视频行业竞争 越来越激烈 像抖音西瓜视频这些 玩家的进入导致了快手他的收入在慢慢的 下降 然后快手的 营销成本在不断的上升 所以之后快手股价能否上升 很大程度基于他能不能维持收入上升的同时控制住他的这些营销成本 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喜欢我的朋友记得点赞订阅转发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